两位好,就是作为那个红星梅凯隆25周年华弹的那个一直以来那个品牌代言人,请问就是两位即刻的心情怎么办? 嗯,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因为我觉得红星梅凯隆的成功就是代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品质都会更好,因为家就是大家最重要的一个地方,不管你在外面工作的多辛苦,回到家如果是舒适的,是温馨的,你整个人就是会放松很多,所以红星梅凯隆就是可以让家居还有让生活更美好吧? 对,尤其是一个期要经营25年,然后是越来越受到大家喜爱跟推崇是非常不容易的,然后我们代言这几年来也觉得他们公司是真的非常可靠跟值得信任的一个公司,所以如果说你想让生活更美好的话,就可以来红星梅凯隆,它可以满足你所有对于改变生活的美好想象。 这两位都已经步入婚姻殿堂了,对这种家居故具有没有各自的心得,会不会觉得当媳妇啊和当姑娘的时候就有不同? 其实我在结婚前呢,我希望我自己的家是很温馨的,然后如果姐妹淘到我们家聊天的话,就可以直接席地而坐,靠着那个茶几,然后很舒服的喝酒啊什么的,也不一定要坐在沙发上面,可是后来结了婚之后,我老公喜欢的是很摩登,很时尚,然后有点低调华丽的风格, 其实跟我的想象中的家是完全不一样,可是后来因为我想说家庭和谐,除了家要舒服之外,你跟老公的相处也要和谐,所以我就想说算了算了,那个他毕竟是专业的人,因为他是学建筑,学室内装潢,所以就交给专业的人好了,我如果为了家要弄成什么样子,然后跟他在那边吵来吵去,反而也破坏家的和谐,所以现在我就越来越爱我们家,虽然完全是我老公的风格,可是就是,我觉得也很棒,就是如果宴客的时候, 会很有面子,我以前就是比较喜欢多变化的风格,所以以前就是跟我妹妹一起住的时候,房间我们可能就是一个风格,客厅是一个风格,厨房跟餐厅就是不同的风格,那婚后其实我的个性还是一样,我喜欢每个角落都是比有洞天的感觉,所以我每次去到红星梅凯隆的,进到其中一家商家我就无法动弹,觉得我家就是要布置成将,可是去到下一家商家,马上又改变心意,觉得我家要布置成将,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最好是, 每一个小空间我都能够尽情去发挥,是最棒的我想象中的梦想。 那就是2011年对两位来说都是很关键的一年,就是电影广告啊,就是各种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和成功,那想请两位评价一下自己电影, 红星梅凯隆拍的这个PVC,然后自己是怎么理解创想家居之美这句话的? 嗯,因为我们拍了红星梅凯隆的广告已经是好像有三支了,然后我最喜欢他们的广告的地方是除了呈现我们两个那个时尚跟那个外形很美艳之外,就是有一种很信,让观众很信任很诚恳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我们之前那个,我跟大S还有徐妈妈,我们去逛红星梅凯隆,每一次进去都觉得,哇,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值得推荐给大家了,所以我觉得那个广告完全有拍出这种说服力跟信赖感。 嗯,对,我自己也觉得,就是它既温性又时尚,完全把这个,呃,红星麦凯隆想要传达这种多面性,我们觉得我们两个从服装跟肢体表达,还有广告的这些脚本,综合在一起都表达出来。 而且如果观众朋友们细看的话,在广告里面我的身材还是非常的娇好,就是虽然主要是希望可以秀身我的品质,可是我还是有很大方的展露我的美好曲线,衣服很谨慎。 那两位就觉得,就是将来就是渐渐的,因为都是,都已经结婚进入家庭了嘛,会不会把广告做以后事业发展成最主要的那个主线呢? 就是,呃,其实我,我那个人生的那个定例的目标非常的简单耶,就是一切以家庭是第一优先,然后再来就是主持,那其实内心也是有一点点想尝试演戏, 可是因为我就是离不开小孩,离不开老公,所以那个就是很后面的梦想,所以就是家庭主持,然后广告现在是我觉得非常幸运,能够代言到好的品牌,然后我们也会严格把关,就是好的,我才见,然后应该就是像你讲的没错,就是家庭主持广告。 他哪里讲啊?他刚才有时候也,如果是我,我也是以家庭为优先,但是我觉得如果能够以广告当中的主要的工作,当然是再美好也不过的一个工作啊,就跟我们刚出道一样是以广告明星起家的,如果现在步入婚姻之后还可以再回到这个工作,那当然是太幸运了,但是呃,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喜欢尝试各种东西的人,所以你要光带在一个领域,我也是待不住,所以不少的, 哪一天突然又跑回去主持跟他抢饭碗。 那就是前,就我们也注意到前几年,就最近这两年,您就是大S演戏方面,就是有很大的进步,而且圈内人也非常认可,那你有突然宣布吸引这种,会不会让大家觉得有点? 就是,呃,暂时的不拍电影,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惜的,因为我暂时不拍,以后生了孩子,像刚刚小S说的,他如果有一天要拍戏,也是要等到很后面以后, 再有的梦想,那人生那么长,所以每一个时段的梦想跟要追求的东西都不一样,但你眼前出现要追求的,你就应该奋力去追求,如果一直在想往后的事情,然后一直把时间放在空想上面,那就会浪费太多的脑力跟精力,所以我现在只想生小孩这一件事情,那回不回到影坛,跟接下来想要怎么样改变,现在我暂时先不说。 我觉得他讲的非常对,因为你人生如果一直在那边,遗憾跟后悔,比如说你现在已经嫁错人妇了,你又在想说,唉,以前单身多好,就你如果人生, 没有,就是说如果你一直有这种想法的话,其实人生就比较不会快乐,你就一直往前走,坚持,像大姨现在方向很清楚,我就很祝福他,而且他的演技那么好,就是将来,他如果当妈妈当得无聊,想再出来拍戏,一定也是那个,没问题的。 那会不会就是压力很大,你这样把既定的目标都告诉大家,因为我跟我妹妹出道以来,几乎就可以说是透明人,就我们的私生活啊,个性啊,各种生活方式,我们都是很公开的, 然后我们两个也很健康跟很乐于面对这种生活,觉得观众的喜欢啊,知识啊,或者是大家给我们有任何的评价,我们都觉得是很正面的事情跟很珍惜的事情, 所以压力当然是有,但是自己必须要学会消除自己的心理情绪,呃,比如说我每次说要拍什么戏的时候,也都先放下狠话,但成绩怎么样,就要受大家的评论,那现在我先把目标说出来,接受大家的祝福,最后结果生不生得出来,那就到时候再说。 没有啊,现在这就是要那个吸引民众的正面能量,因为他一旦说了,他想要生小孩,然后,对。 因为我去年说我希望有镇桃花开,大家就拼命的祝福,我马上就开了,就如果全部的人,华人一起祝福他,说希望大爷子快升,快升,快升,那那个力量,我觉得应该会很强大。 呃,在这边非常非常恭喜红星美凯隆能够,呃,顺顺利利的,然后带领大家有美,那个共创那么好的美好生活,已经迈入第25周年了,我们也很荣幸可以担任红星美凯隆的代言人,我们会继续努力下去,也希望所有民众都可以有更美好的人生。 嗯,对,就是我跟我小意思呢,现在我们都是,呃,当人家的太太啦,那我们两个都很喜欢让自己的家居变得非常的美好,所以如果你想要跟我们一样让自己的家居很多变化,很美好,或是有什么小幻想想要实现的话,欢迎你到红星美凯隆来,在这边我们也祝红星美凯隆25周年,生日快乐,谢谢。